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远离地下室》 故事一开始,妈妈需要离家出差好几天,女儿舍不得妈妈走,因为爸爸最近研究东西,整天在地下室神叨叨,妈妈表示身为植物学家的爸爸前段时间刚被辞退,现在只不过想急于证明自己而已 之后女儿和儿子本想去地下室找爸爸去送妈妈,结果爸爸却大声斥责了两人,声称姐弟俩以后不许擅自进入地下室 这天无聊的姐弟两人突然听到地下室有动物的叫声,他们很好奇,于是又偷偷走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枝繁叶帽可总是有声音发出,这时姐姐被一株会冻的植物拉住了胳膊,好不容易挣脱跑出地下室,却遇到了回家的爸爸 这次的爸爸压制住了怒火,不仅同姐弟俩解释了自己的研究,而且还再一次的告诫两人不能擅自进入地下室 之后女儿发现父亲的行为越来越古怪,明明在家不出门,也从来不摘下头上的帽子 难道是爸爸脱发了? 第二天女儿做好了早餐,她敲了敲地下室的门,让爸爸来吃饭 不一会儿爸爸走了出来,只见她静止走进厨房,并且正在狼吞虎咽一个瓶子里的东西 等爸爸回去后,姐姐偷偷请去查看,结果发现这个瓶子里的竟然是化肥 女儿吓坏了,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却被爸爸阻止 夜晚女儿再次听到了动物的喘息声,女儿偷偷躲到卫生间门口偷看 竟然发现爸爸胳膊下流出了绿色的液体,头上也长出了树叶 女儿因为担心,第二天就直白地问了爸爸 爸爸说,这只不过是自己将动植物合成研究的实验 自己头上的绿叶一旦枯萎,自己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才需要吃化肥来维持养分 不过不用担心,不久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随后一位博士上门拜访,并和爸爸一起去了地下室研究 弟弟在外面玩耍的时候,透过地下室的窗户听到两人在吵架 突然弟弟的胳膊就被一株植物给缠住 幸好姐姐急事来帮忙,弟弟才正开了束缚 晚上爸爸解锁了地下室的门,声称要离开家一会儿 姐姐想跟妈妈打电话说最近的情况 却发现妈妈的电话号码被爸爸藏起来了 偶然间姐弟二人听到了博士妻子的留言 原来自从博士来了之后已经好几天没回去了 姐弟俩怀疑博士正被爸爸关在地下室 于是两人再次偷偷潜入 这次地下室里的植物又长大了不少 恍惚间植物上面仿佛还有一个人的脸 此时旁边的柜子发出了声响 他们本来以为柜子里关着博士 没想到里面却是爸爸,什么情况 爸爸刚才明明出门了呀 原来之前的爸爸是一个植物克隆人 因为实验出了意外所以他有了意识 并把真正的爸爸关了起来 这时克隆人回来了 姐弟俩实在是分不清哪个才是真的爸爸 最后真正的爸爸喊了女儿一声小公主 女儿这才反应过来 拿着除草剂喷向了那个克隆爸爸 因为只有真正的爸爸才会叫自己小公主 最后他们一起解救了另一个柜子里的博士 一切结束之后 爸爸把所有的植物全部送到了研究所 本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但正在门口气邪大的女儿 突然听到门口的所有植物都自称是自己的爸爸 但随着这个遗团电影到此结束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后来出现的爸爸到底是不是真的呢